現在我在選舉事務處九龍站的2020一 我從12點前在這裡點票 兩點多點完就完全不公開 就糾纏、糾纏、糾纏 很多的警察朋友就來到 但這些是我現在九點的時候 由凌晨12點等到九點 這位後面的趙姓、趙善基 票站主任就堅持不肯公開票數 而後來還要找這個 找律政署的同事來解釋 為何不公開 雖然旁邊的票站全部公開 他也是不肯公開 來到這個位置為何要拍呢 因為開始看到 原來好像聽到他們的人在一起靜靜聽 竟然要找警察來清場 是在說點票的場 所以給大家見識一下 我人生第一次見到原來是 原來警察要入場去清場 點票場清場 所以這是匪夷所思的局面 所以給大家見識一下 真是好帥 這是一個點票中心、點票場 是不是很離奇呢 整件事 那大家說一聲 如果是的話 跟大家說一聲 那我其實已經答應了 來,順 revol browser 當然 這就是